文章来源NYT 上世纪90年代中期 巴西营养流行病学家卡罗斯·蒙泰罗 注意到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巴西儿童的肥胖率正在迅速上升 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 他和圣保罗大学的同事们 仔细研究了巴西家庭食品购买模式的数据 看看近年来是否发生了变化 研究人员发现 人们购买的糖 盐 食用油和大米 豆类等主食越来越少 苏打水 香肠 方便面 包装面包和饼干等加工食品越来越多 蒙泰罗说 为了描述第二类食物 研究小组在科学文献中引入了一个新术语 超加工食品 UPF 并对其进行了定义 他们随后将超加工时 与巴西儿童和成人的体重增加联系起来 从那以后 科学家们发现 超加工食品与一系列健康问题之间存在联系 包括心脏病 二型糖尿病 肥胖 胃肠道疾病和抑郁症 以及过早死亡 专家表示 由于超加工食品已成为全球人们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种情况十分令人担忧 例如 他们占美国儿童和青少年摄入热量的67% 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到底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他们有害的证据有多充分 我们请专家来回答这些问题 以及其他问题 什么是超加工食品 为了根据食品的加工过程来研究他们 蒙太罗和他的同事们开发了一种名为NOVA的食品分类系统 这是葡萄牙语和拉丁语中新的意思 此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采用了这种方法 NOVA系统将食物分为四类 为加工或最低限度加工食品 如新鲜或冷冻水果和蔬菜 豆类 扁豆 肉类 芹类 鱼 蛋 牛奶 原味酸奶 大米 意大利面 玉米粉 面粉 咖啡 茶 新香料 加工烹饪原料 如食用油 黄油 糖 蜂蜜 醋和盐 加工食品是前面两类食物的结合 同时使用相对简单的方法进行防腐或改造处理 比如装罐 装瓶 发酵和烘焙 此类食品包括新鲜烘焙的面包 大多数奶酪和罐头蔬菜 豆类和鱼类 这些食品有很长的保质期 超加工食品使用工业方法 和我们通常 在生鲜杂货店里见不到的原料生产 比如高果糖 玉米糖浆 氢化油 和大豆分离蛋白之类的浓缩蛋白质 它们通常包括调味剂 染色剂 或乳化剂之类的添加剂 让它们的外观和味道更具吸引力 比如 汽水和能量饮品 薯片 糖果 加味酸奶 人造黄油 炸鸡块 热狗 香肠 午餐肉 盒装奶酪通心粉 婴儿配方奶 和大多数包装面包 植物奶 素肉 和早餐穀 看一下成分表 如果能看到一些 在家里做饭 不会用到的东西 那可能就是超加工食品了 弗吉尼亚理工营养学教授 布伦达 达威说 值得注意的是 NOVA系统并未根据脂肪 纤维 维生素 或矿物质这样的营养成分 来进行分类 它是无视营养的 罗德岛大学营养学副教授 玛雅瓦迪威卢说 营养专家们 因此对该系统 是否能用于描述一种食品的健康程度 展开了辩论 瓦迪威卢说 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 许多超加工食品 比如全麦面包 加味酸奶和婴儿配方奶 是可以提供有价值的营养素的 超加工食品是否有害 将超加工食品和不健康 联系起来的研究 大多是观察性的 研究人员在几年时间里 询问一些人的饮食 然后跟踪他们的健康状况 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 大型研究回顾中 科学家称 摄入超加工食品 与32种健康问题有关联 其中有关心脏病相关死亡 二型糖尿病和焦虑 抑郁等常见精神健康问题的证据 最具说服力 这类研究是有价值的 因为它们可以覆盖大批人群 2024年的回顾 包括了对将近 一千万人的研究结果 时间跨度长达数年 因而可以观察到 慢性健康问题的发展 哈佛陈增熙公共卫生学院 营养学副教授 约西梅尔 马泰说 他还表示 超加工食品 与健康问题的关联 表现出了连贯性 这让他愈发相信 这类食品的确存在问题 但是曾供之于农业部 和国立卫生研究院的 营养科学家 流行病学家 劳伦 奥康纳说 观察性研究 有期局限 他说 这类食品 与慢性病 的确存在关联 但这并不等于 超加工食品 会直接导致健康问题 奥康纳认为 将如此 截然不同的食物 比如 推提蛋糕 和早餐穀物 归为一类 可能是没什么好处的 某些超加工食品 比如汽水和加工肉类 害处相对更大 而像加味酸奶 和全麦面包 这样的超加工食品 却与降低二型 糖尿病风险有关 奥康纳说 要明确超加工食品 是否直接导致健康问题 需要进行临床试验 他说 这样的研究 目前只有一项 而且规模很小 存在一些缺陷 在这项 2019年发表的研究中 20名体型各异的成年人 在鼓励卫生研究院的 一家研究医院 住了四周 其中 有两周主要吃 未经加工 或只有少量加工的食物 另外两周主要吃超加工食品 两种饮食的热量和营养差不多 受试者可以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在食用超加工食品的两周里 受试者的体重 平均增加了计一公斤 每天摄入的热量 比食用未加工食品的那两周 多了约500卡路里 在食用未加工食品期间 他们的体重减了约一公斤 主持该试验的卫生研究院 营养和代谢研究人员凯文 霍尔说 这些发现可能有助于解释 超加工食品与肥胖 和其他代谢问题的关联 但是该研究结果需要进行复现 霍尔正在进行这项工作 为什么超加工食品可能有害 霍尔说 围绕超加工食品 为什么不健康 有许多激烈的观点 但是具体是怎样的机制 其实没有多少严谨的科学基础 他说 由于超加工食品 往往廉价 方便 易获取 他们可能正在取代我们的饮食中 相对健康的食物 霍尔说 但是包括他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类食品可能会给我们的健康 造成更直接的影响 这种食物很容易过量食用 可能是因为 其中包含令人难以抗拒的碳水化合物 食糖 脂肪和盐的组合 热量高且易于咀嚼 由此产生的血糖急升 可能会伤害动脉 或加剧炎症 或者某种食品添加剂 或化学品 可能干扰荷尔蒙水平 导致肠道泄漏 或扰乱肠道菌群 包括霍尔和达维在内的研究人员 正在展开小型临床试验 以验证这些假说 这类研究 可能有助于识别最有害的超加工食品 甚至从中了解 可以如何使它们变得更健康 霍尔说 不过 大多数研究人员认为 食物造成伤害的方式 是多种多样的 在营养学中 食物和某些健康后果之间的关系 很少能只用某个单一的因素解释 瓦迪维卢说 我们该如何对待超加工食品 2014年 蒙泰罗参与撰写的 巴西新饮食指引建议 避免食用超加工食品 另外 像墨西哥 以色列和加拿大等国家 也明确建议避免或限制对超加工食品或经加工食品的摄入 美国饮食指引没有提出类似建议 不过一个顾问委员会 目前正在研判 有关超加工食品导致体重增加的证据 可能影响2025年版的指引 超加工食品在美国是个很棘手的问题 因为已经有太多食品 是经过超加工的低收入人群 可能尤其依赖这类食品 霍尔说 说到底 这些都是重要的食物来源 食物就是食物 马太也说 我们不能去贬低它们 在各项研究仍在进行的同时 专家对应该如何对待超加工食品 存在不同意见 蒙泰罗说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完全不吃 比如用原味酸奶和水果 取代加味酸奶 或到本地面包房 购买新鲜面包 不买包装面包 如果经济情况允许的话 瓦迪威卢提出了相对中庸的策略 专注于限制 不能带来有价值的营养素的超加工食品 比如汽水和饼干 他还建议多吃水果 蔬菜 全麦 无论是否经过超加工 豆类 坚果和种子类食物 尽可能在家做饭 尽量少用经过加工的食物 达威说 除此之外 就没什么可说的了